其實拍完我也沒把它放在心上 然後到後來就越來越誇張到 我已經真的已經 我記得我每天在家裡 然後就會有人傳他們去唱歌 那照片 跟你跟潘生辣唱歌 然後就拍了我根本沒真了 每天就要收到一堆這個照片 花小啦 看你眼睛啦 記得我那時候 我沒聽過鐵子打 包括我現在經濟公司 就是因為那個案子聯絡上我 我覺得我算真的超幸運的 我這樣很順利的 拍了幾個案子 然後到很順利的碰到一些公司 然後到很順利的 現在是持續來的 我已經跟我爸媽就是沒有 經濟這樣的關係這樣 已經很久了 今天我如果無求於你 那我就不需要受限於你 記得高中大學的時候都還蠻 我爸媽都是警官 警官 我媽是個性比較衝動的 比方說我考上師大那一秒 就成績出來那一秒 她知道沒有醫科 沒有電機 台大電機 沒有內容等級的東西的時候 她已經直接幫我去付了 重考班的學費 然後回家跟我說 那你明天開始去上升 但我們家都是這麼硬 我的處理方式也就會是 然後我就會很冷的和她說 所以你是要把我今天壓過去嗎 還是什麼 就是你能怎麼辦 你要想好嗎 沒有我現在可以理解 現在可以理解 他們就是很辛苦的準備 然後他們都念警官學校才認識 對啊 所以他們其實都一直都對自己很嚴格 所以你後來大學除外 然後想要進演藝圈 你媽媽也很反對嗎 她當然反對 但是她的個性就是這樣 她有時候會突然說 所以我要當新媽 她會 她自己就是 你也很保存 你媽媽有曾經去看過時最多嗎 有啊 有啊 嗯 一定人生他們也有看過 他們現在就 她超愛去看我的作品 對啊 所以這樣就夠了 我自己覺得這樣就夠了 對 可是你明確是年紀沒有很大 我二十 不是 然後你現在就是還是在工作嗎 很大 對 那你為什麼會選擇去連結婚子 哈哈 是 嗯 怎麼講 該了吧 沒有啦 沒有我自己覺得真的是 她對我來說真的太太重了 因為你有小孩嗎 沒有沒有 不是因為那個原因 對 其實編劇導演 嗯 我跟她的認識是因為 她有一個本 頭端 然後要找我演 到碰到她 我覺得我又到了下一個階段 然後 嗯 對她來說當然也是 然後我就覺得 嗯 那我一起都不一樣 有夠幻想或 希望打到什麼樣的目標 或是等到什麼 肯定嗎 比方說 比方說 我只有我跟我老婆就是徐過月 然後她近看著 結婚那件事情 對我來說 不是後 完全不後悔 然後也 我覺得 在我這個階段 蠻慶幸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爺 這也是RAW第一次參加戶外的party 我們將會為當天 特別準備神秘的餐點 11月7號 台北101水武房場見